那些求仁天福报的人 福尽还多 后患无穷 这句要记住 福尽你要堕落 堕到去哪里堕三图 一入三图后患无穷 地狱罪受满了 去恶鬼道受罪 恶鬼道的罪受满了 去畜生道 畜生道多数还债 债还原先在得人身 得人身好快又堕地狱 什么原因 因为你那些恶的集气 三恶道的集气没有断 那些集气引发你造恶 造作罪业 那你寿命到了之后 又进去 就是地狀经上说的 你去地狱罪好不容易受缘 你出去啦 出去没几天 你为什么又回来呢 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人不知有几多 佛菩萨救不了他 善言善语他听不进去 明宗之后 明宗之后 亲见 虽为之 猾罪祈福 收法汝经 欲伤救导 较亲倦宿 positioná and hope to DKT edu 慘心 執迷不悟 因邪见业皇未能舍离 以邪见故不生正信 这种情形是我们现前看到的 现在恶度众生 鬼神度里头 畜生度里面 畜生死了还变畜生 生生世世 他要还众生债 很难脱离畜生生 在现前这个世间 他们受的罪差不多要受尽 亦快受完 所以闻到佛法 他能信 他生感恩的心 他真正念佛求生静土 所以往往超度佛事时中 幽冥戒众生得度 人无得度 幽冥戒众生得度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罪业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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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得差不多了 他这样一接触受感动 所以他比人好度 现代人做的业真的太重了 什么原因他根本不相信 现代人 价值观 宇宙观都认为只有一世 没有来世 你说来世 讲恩的报应 他说是封建时代 那些帝王骗人的 骗人的 便于统治 不是真的 所以日日造作罪业 他不在乎 虽然报应就在眼前 他自己见到 自己接触到 他不信 他不以为这是报应 迷到这种程度 这就难了 必须要怎么呢 必须要他经历地狱 饿鬼畜生 就好像现在 幽命界众生一样 要经过很长时间 再遇到佛法 他相信 他不断地在循环 重复地在演 我们将这个事实真相 看清楚 看明白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